我是素小葱,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我这个面具了 我为什么会戴这样一个面具呢? 听我讲完,你就知道了 它在动漫里面经常出现 如鱼火之声,夏日有人杖等等 它不单单是一个装饰性的面具 在古代,日本人认为它有神奇的能力 这个面具在日本属于白虎面 是祈祷丰收的神乐中使用的面具 日本人认为白虎和黑虎是瑞瘦 相信他们是掌管农业之神,道和神的使者 在古代,一般是巫女会佩戴这样的面具 跳一种叫做菩兹舞的赐福舞蹈 据说可以拥有神奇的能力 向道和神祈求丰收 到后来,在日本的一些庙会上 时常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乡土玩具 狐狸面就成神乐道具 衍生成了老百姓喜闻乐剑的装饰 同时还衍生出了木蛮式的半脸狐狸面具 在中国,狐仙却有不一样的语言 你们应该懂吧 好了,我是师傅小冲 下期我们来聊聊日本的能面